我們留烏龜寶寶 阿嬤 留烏龜寶寶 阿公阿嬤帶著小孫子來餵烏龜 位在高雄左營蓮池潭的烏龜池 就在環潭步道中間 池內有上百隻烏龜漆襲 有的在岸上休息 有的泡在水中探出頭 有的則游來游去 烏龜池已經有70多年的歷史 不只是一處景點 更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但如今傳出要把池子填平 烏龜兜地搬家了 那這樣很可惜 那以後小孩子來沒得餵了 住這附近的小朋友常常會來這邊 代表當地人的還有觀光客的花生 真的很可惜 現在已經都在保留古物了 裡面把那龜池填平的 沒有觀光效果 其實烏龜池 隸屬於當地的廟宇 啟明堂 當初市府觀光局會規劃填平 是因為池子剛好階段環潭步道 不利游客通行 而廟方也舉雙手贈成 現場可以看到龜池的水看起來又綠又混濁 其實水源是抽取地下水 因此水質非常差 過往都是仰賴志工清理 但現在已經沒有多餘的人力管理 而這些烏龜該怎麼辦呢 經過專家學者研議原生種烏龜回歸蓮池潭 將在春秋隔旁新建兩座龜島 而外來種則是會移到樹山動物園 烏龜池已經建造超過一甲子 老高雄人難免會不捨 在填平之前重游就地 好好保留小時候的記憶 未來建新的龜島或是移到樹山動物園 也讓這些烏龜有更好的氣息空間 東山新聞崔文沛在高雄報導